新朋友及朋友,大家好,我是奧斯卡 相信大家都知道作為本作 神卡小北園區支援卡 如果跟隨入版的腳步 預計應該是下個更新就會推出 精密計算即是21日之後 所以很多朋友正在考慮 我到底應該要蹲小北池 還是我直接把這個SR卡抽滿呢 沒錯,有這個疑問是正確的 等一下就分析幾點,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再決定你要抽今次這個東箱 定一,還是深蹲到下次更新才再抽這個小北 好了,開始之前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是這樣的,要講到抽不抽呢 其實主要就是看看大家預算去到哪 廢話 講之前先了解一點 如果你說小北你要蹲的話 但結果抽回來你不夠三特 你只有零特或一特的話 大佬們的建議就是直接把東箱今次就抽滿它 這樣的話,離得CP值的效益更加高 我們先排除兩類的玩家 如果你是重貨玩家的話 這條片可以直接不用看 你直接都抽爆 但如果你是無貨玩家的話 考慮到這個CP值,其實你可以直接抽這個東箱 而如果你是夾在中間 會課一下金,但又不知道應該投資在哪裡 這樣的話,其實是你預算不夠深 所以你才有考慮 這個情況其實你有八成 我都是建議你抽這個東箱 但就算是這樣,都可以參考下 下面這些數據才再做決定 我們說第一點,大概要花多少錢 抽滿小北三特,保守起見都要有400抽 即是天井兩次 這樣的話才可以保證你有兩個天井的小北 加上你400抽中出貨到兩隻小北 但400抽中你抽到兩隻 我覺得其實都要求神拜佛 因為小北池出貨的時候是雙Up池 要在這個雙Up池中精進抽到小北 其實都是一個難度 根據一些日版大佬的數據 一些面黑數據 800抽連天井才抽滿小北 再加上今次小萌太利 所以大家心裡也要有個底 但如果我們要抽這個東箱的話 其實要花多少呢 抽東箱其實我見過最快的朋友 是100抽就直接抽滿了 因為現在東箱其實是Up角 10抽裡面有十幾%最初一抽會出貨 所以也非常有大機會 10抽就出貨兩隻 最黑的我也是見過200抽才抽滿這個東箱 其實因為他想抽天井 這樣的話大家就去想一下 200抽可不可以抽中一隻小北 其實都成問題吧 但是200抽可以抽滿一隻東箱 雖然不是100% 但其實我暫時沒見過更加非洲的朋友 看到以上幾點 其實我相信大家心裡面應該有個底 到底應該我要投資是誰 雖然這樣說 數據其實不是絕對的 我覺得你應該還要考慮一下 其實你那個卡庫裡面 即是你那個卡庫裡面 你的速度卡 我們現在已經有這個滿特的SSR小特別週 活動送的 還有我們池裡面 即是我們卡庫裡面 會不會有些高特的SSR速卡 又是可以用的呢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大可以真的等到小北出來 才再抽 小北東箱和小特 你的配置上 其實東箱之後 又會不會被人取代到呢 這個也是值得考慮的 第二就是 其實你敦小北池 是有機會會歪到一隻東箱出來的 因為東箱其實不是限定卡 之後小北出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機會把這個東箱歪出來的 只是現在這個池 東箱的出貨率高 考慮到這幾點了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決定繼續蹲下去 我就可能會繼續蹲 又或者我兩個都要 但畢竟考慮到 其實這個遊戲SSR真的不容易突得滿 所以我可能還會考慮多一段時間 另外也提一提 這隻遊戲 其實之後會出一些慢用的突破素材 即是你可以拿來突破SSR和SR的慢用卡素材 當然入手難度也是不低的 大家可以再考慮一下決定蹲不蹲 考慮決定蹲不蹲之前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以上這幾點才再決定 畢竟還有一段時間才出這個小北池 預計21日之後 即是7月25日至26日左右 大家就慢慢想 好了這條片就到這裡 希望可以給到一些意見給迷惘中的玩家 想和大家一起打遊戲的話 記得加入我們Discord群 公會還有少許位 大家也可以加入一起玩 我是奧斯卡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